每一年的夏天都有一个好声音回响在耳旁 好声音的舞台唯一能与那英battle的人只有快嘴滑哨 两人都参加了很多季 真的是铁胆的那英滑哨流水的导师选手啊 最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请来了王力宏 李荣浩 于成幸那英四人担任导师 本次中国好声音迎来了一位特殊学员 他就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北南族歌手纪小军 他选择演唱的偶然 为了纪念外婆选了这首歌 真情实感的演绎现场发挥很稳 纯粹空灵的声音完全沉浸在他影异的氛围里 而且在开头加入了北南族的特色 让导师们深深感动 各位导师都在转身后表示遗憾 不禁眼眶湿润流下浑腾的泪水 哈林表示如果我们早为他转身就好了 那英在看到季小军的真容之后激动的说道 我听过你的歌你就是剑堂级的 王力宏泽感叹好久不见 李荣浩也紧随其后表示久仰大名 现在41岁的季小军是第1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得主 他的专辑《太阳 风 草原的声音》 曾被评为台湾流行音乐新百家专辑第四 很多人都可惜季小军没有进入导师战队 没有导师为他转身也很正常 因为季小军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而且成名多年 跟导师是同辈 在音乐圈里也很有名气 试问谁会转身 能教他什么东西呢 那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